一个女客户躺在床上被垫了 她说墙带垫 一摸墙都垫手 下后边这个 前面那个 62 63 那么狠 你身体 是吧 我在躺着就感受很大 60多 161 161 你来试一下 你躺一下试一下 然后 你身体感应 我经常是这样子 我经常这么躺 然后反手摸它 反正我不是 现在试一下 你去看中间那个试 试 送手 也是169 嗯 169 站在床下面都是20多 所以说在外面是一个很大的磁场 我高中物理学的半调的 这个店 会不会往上涨啊 161 162 165 166 170 170 170多 170多了 170多幅 我那个擦头一换都没了 我擦头换一下 擦头一换就没了 擦头一换就没了 就这么神奇的 这些电器 那天天在这躺 我也受不了 擦头一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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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邻居家也这个样呢 可以去看一下 把电路都迫在邻居家的床上 看看这种现象还有没有 127 那160多啊 和你家那一样 把电笔放在这上面 第一次的小银块 它就是感应磁场的 这东西 第二个银 他们家这种现象来了很多师傅 有说是现漏电的 有说是地线不好的 我测一下零地电压 零地电压越低越好 为零是最好 嗯 嗯 打开你家配电箱看一下 打开了 打开你家配电箱 已经抹奔了 我这些都被他们拆的 我沙发扣着钱扣得动 电箱是吧 嗯 要不然我这道的哥哥是不了了 还是不好的 接地还是不好 就是零地电压有点高 零地电压高 这个找一下 零地电压就得把门打开 看一下他们的配电箱 都是有地线的 在这个地方测量 零线和地线的电压应该是零伏 现在是测出来的七伏 但是这个电压还不稳 还在左右摇摆 我个人认为这是不正常的 这是零线有问题 还是地线有问题呢 接地 在旁边有一个接地体 可以测量对接地体 你要说是接地不好 那就对接地体 还是那个电压 零线和地线的电压 七伏 你说查到这个样 还有必要往下查吗 那这又是哪里的问题呢 然后我要分别测量 这几组线 火线对零线的电压 三项电 火线对零线的电压 黄项 绿项 它们对零线的电压 都是不一样的 再看红色这一项对零线 明显电压又高于其他两项 但是它们灵火之间的电压是变化的 你回过头来再测 电压又变了 所以我也说不明白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那塔这个电压变化和零地电压异常有关系吗 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 最起码这个电压应该是零点几伏或者一伏左右啊 但是它现在是七伏 还在变化 查到这里 我觉得不应该再查下去了 因为客户 客户电手的原因我找到了 但是我想看一下零地电压过高的原因 在哪 还得麻烦物业的师傅 领我去上一集看一下 上一集的分线箱 也就是整个单元的电都在这 同样是测的零线和地线的电压 还是七伏 在这个地方都是七伏 哎呦那更不好意思了 还得麻烦物业的师傅领我去上一集 再上一集看一下 在整个地下车库找过来找过去 就是找不到那个香变变压器或者是配电箱 配电室 因为这些楼座刚刚交付 他们也不清楚几个变压器 找到了一个配电室 这个是有变压器的里面 是十千伏变成四百伏 四百伏进了这个屋 但这个是别的楼座的 那就打开一个配电箱 测一下零地电压 看得好 同样是车零排和地排的电压 你看 还好 表面摆动一带点 也就零点三伏左右 那就找一下塔这个楼座的桥架 这个电路走向 顺着这个桥架找 就能找到变压器 终于顺着这个桥架 找到了变压器的地方 就在前面 这个就是 门已经打开了 进来看一下 找到第二柜 这个就是往塔美楼座走的第二柜 打开一个测一下 还是测零线排和地线排的电压 零地电压 看一下 七伏左右 应该是零伏 应该是零伏的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零伏 然后再测一下火线与零线的电压 三项电压与零线 看 摆动的位置都不一样 我个人觉得是不正常的 现在这些居民楼座都没怎么用电 变压器这一块测的电压 三项火线与零线的电压都不一样 在这个地方测一下零线排和地线排的电阻 应该很小 先调零 然后再测量 红标笔测零排 黑标笔测D排 看一下 电阻一下到头了 怎么能到头 那我已经调零了 两个标笔倒一下 看电阻 电阻不到一欧 那这样测的不正常 明明调零了 为什么测出来的电阻不一样呢 两个标笔一倒 它测的电阻 现实的电阻都不一样 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 再倒一下标笔测零地电阻 看 又一下到头了 很奇怪 这两个标笔倒一下 它测的电阻都不一样 你说零排和D排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回路 正常情况下 两个标笔无论怎么倒 它测的电阻应该是一样的 而且零排和D排的电阻应该很小 为零 但是我也不清楚哪里的原因 应该是零地没短阶 就是零地应该连在一起的 它没连在一起 我猜测的是这个原因 行了 插到这个地方打住了 不能再动了 对不住各位啊 就是让大家看看寂寞 还有就是它这是好像两套变压器 但是测量了它的输出端 低压侧的零线排和D线排 都是有电压的 应该是零浮所以说我觉得它的零排和D排应该是连一起的 但是没有连 好了 先到这里吧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自电 我躺在女孩的床上去测她的手都带100多伏的电压 上一个视频的后续来咯 是不是新的电热毯就不带电呢 同样趴在电热毯上对墙也测出了100多伏的电压 测电就测电呗 为啥非得上人床呢 因为只有整个身体趴在这个电热毯上 产生的电压才会更高 旁边这个大哥还不相信 你看我测他的手 之间都有一个100多伏的电压 都是电热毯的问题 是电热毯的磁场 对我身上产生感应电 然后我拿着电笔又通过电笔 对墙和对他的身体来放电 同时电笔计算出电压 就这么个原理 它就是像这种充电器啊 电脑啊 它在它周围它都会有磁场 对电路的它会有磁场 磁场一个辐射 然后这个磁场 会通过你的人体或啥的 对这个墙体放电 这个墙体是潮湿的 擦上以后都有 这康线有吗 这里有 嗯 水拦着这个线 嗯 好了 接着说那个测零地电压过高的问题 我现场测的零地电压是7幅 我觉得不正常有点高 后来测量它整个楼座的零地电压 都是7幅 所以我当时认为它变压器那一块做得不好 才会导致零地电压过高 于是和物业的师傅找到了每个楼座的低压柜去测量 发现有的楼座的低压柜零地电压很小 零点几幅 当然零幅为最好 又分别测了其他楼座的低压柜 测的电压 有的高有的低 你看这一个 接近两幅 又不一样 当时我就怀疑离变压器这么近 它的电压为什么那么高呢 应该为零才对呀 而我找那一个楼座的低压柜 顺着乔架拐过来拐过去 终于找到了它楼座的那一个 变压器和低压柜 有一个情况是后来了解到的 就是它这个变压器和低压柜 是还没有交付 属于地产来管 进来以后我没有听到变压器嗡嗡的声音 所以我就很诧异这个电压从哪来的 正常是变压器嗡嗡的声音很大 而这一个很静 没有声音 所以我当时怀疑是从别的楼座的变压器拉过来的 它这个地下不止一个变压器 而我在这个低压柜测量的零地电压 零线和地线的电压是7V 所以当时很诧异是什么原因 因为它呈现的故障现象和我以前遇到的不一样 但是问物业的师傅他也不清楚 也不知道 问谁谁不知道 所以我就暂时放弃了寻找原因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零地电压过高呢 后来终于联系上地产管店里的师傅 一起到香变这里看一下 为什么要看这个香变呢 室外的香变 因为那个小区所有的店都是从这个香变接出去的 临时的店 那在这个地方测量一下 看零地电压怎么样 测零排与地排的电压 零幅表正一动不动 这是正常的 而从这个位置到它每个楼座的距离太长太长了 光地下车库那一块都九七十八万 这样就造成零地线有一个电压差 可以在变压器这个地方测量一下零排和地排 是零零欧 它是不是电压很小很小 所以这样就能说得通了 变压器这一块一切正常 为什么过去以后零地电压变得异常 这次是我错了 这也是我没想到的 所以很多经验就是这么来的 下次再遇到这样的现象 我就懂了 我就知道了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感谢您的观看